咱们要想把这个补钙这事说清楚 咱先得说它补钙补的是什么 咱们刚才说贵阳这小女孩呢 主要是通过这个喝牛奶来摄取钙 可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呢 这还不是唯一渠道 有不少家长呢 可能图省事 可能图见效快 给孩子服各种各样的 乳钙类的东西 你看咱们有时候去超市 或者去奶药店 你看那架上给儿童补钙的东西 琳琅板木 至少现在我们初步估算一下 得有几十种给儿童补钙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有的做成胶囊 有的口服 有的还一滴一滴往出挤 这是药吗 不是药 这是保健品吗 也不是保健品 其实这就是食品 补钙补的是什么 叫乳补钙 也就是从牛奶提取出的东西 它的标准的教法呢 叫乳矿物盐 简称乳盐 您好问一下 咱们有卖那个补钙的东西 有 盖片 盖片 牛乳盖 乳盖 乳盖是什么盖啊 它从牛乳中提取出来的 牛乳里提取的 那我们要是喝牛奶的话 跟这个差不多吧 牛奶是这样的 牛奶它里面有这个乳脂肪 这个乳脂肪 它可能不利于盖的吸收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矿物质 它是把这乳清里头 把蛋白质和乳糖提出的 剩下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对人体有没有害呢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它对人体有害 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可以吃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呢 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做了规定 这种东西是不能给婴幼儿吃的 因为婴幼儿的消化能力 各方面都不健全 什么叫婴幼儿 就说三岁以下 是不建议用这种方法补钙的 就怕孩子消化不了 引起了心理问题 因为钙的吸收同时呢 会降低对心和铁的吸收 同时多余的钙排泄出去 是要借助肾脏的 孩子的肾脏功能不全 容易给孩子肾上带来矛盾 你看这个女孩尿路结石 就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按规定 不能给三岁以下婴幼儿 可是现在市场上 有相当多的婴幼儿产品里面 就用这个做宣传 它为了规避乳矿物盐 这几个字呢 好多人另起名称 比方说什么天然乳钙粉 牛奶提酒物 其实就是乳钙 有人说那你说这也不全面 我这孩子三岁以上了 我可以用这个东西了 能不能用呢 不是不能用 但是任何一种东西 过量了都有问题 关键看你孩子需不需要补 有时候好像给孩子补钙 那医生专家都说 小孩必须得补钙 不补钙就长不高 不补钙就不健康 是那么回事吗 不是 你比方说孩子长高 孩子长高得有一个健康的内分泌 同时还有维生素D不能缺 在这个基础上 你再补点钙 这会有作用 如果没有前两个光补钙 是一点作用都不齐的 而且钙对人体来讲呢 它有一个饱和度 达到这个度以上 对人体会带来很大损害 成年人补钙 甚至会造成心脏的风险 小孩补钙 那就是肾脏 它器官发现不全 还影响其他元素的社区 这里一摸就摸出来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肋骨外翻了 肋骨外翻 医学上称勾楼病 得这个病的主要原因就是缺钙 画面中的这个宝宝 叫天天 它就得了这种病 到12个月 连续三个月 全部都是吃这个 金骑式的血鱼钙油和乳钙 其实它本身就是补钙的产品 但是我们连续吃了三个月 却严重缺钙到 肋骨外翻 变成够楼病了 广告宣传说 金骑式补钙胶囊 是来自挪威的产品 补钙效果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补钙不成 反而缺钙了 除了这个叫天天的小宝宝 在杭州永康苑小区 接着还见到了另外一位 得了勾楼病的小宝宝果果 果果的外婆说 果果从两个月开始 就服用金骑式的产品 因为相信广告 又是洋品牌 所以一直吃 但是在果果快一岁的时候 被诊断为肋骨外翻了 这两个小宝宝 很严重 这比前面两个都严重 是的 果果的外婆还说 现在果果已经十八个月了 但是果果的牙齿才八颗 补钙不成 反而缺钙了 是否是吃了这种补钙产品 造成的呢